在产业趋势上头 我们看到全世界呢 可能第一个就是金钱慢慢回到了美国 但是另外一个现象 是过去我们所熟悉的那几年 都是高价格的智慧型手机 现在情势正在翻转 那么连高通都已经宣布 那么实际上最大的晶片公司 已经宣布它要进军中低价的智慧型手机市场 那么中国大陆小米机的成功 也引起很大的注意 现在iPhone也宣布 他们要进入了中低价的智慧型手机市场 那么去年呢 中国已经正式的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的市场 这使得像华为联想中兴 库派小米这些很多 尤其是很多我们没有听过名称的智慧型手机 它的整个获利都已经来得越来越高 也使得一些过去传统的大的 像三星的股价已经下错了12%左右 所以整个大的趋势 包括纽约时报最新的产业报告都显示出来 今年开始 尤其下半年到明年为止 中低价的智慧型手机 将是一个新的生产业潮流 三 二 一 开始了 现在是一分钟 两万八 两万九 三万 三分钟不到五万只智慧型手机全部卖光 无意台币瞬间进了小米公司的口袋 这是小米去年创下的秒杀成绩 想买小米机你的手在电脑前错过了就得再等下一次 只花了一年两个月 小米机的销售量从零变成七百万只 是中国去年成长速度最快的手机品牌 接受文倩的世界周报专访小米总事长雷军说 在小米创立前它没有任何做硬体的经验 是手机产业的菜鸟 我说我在做小米的时候 我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硬件 我从来没有做过手机 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人相信我能把它做好 我说这样 没关系 我跟我的伙伴说没关系 如果轮不到钱我全自己投 我愿意投一亿美金 对 我愿意为我的梦想买单 去年第三季 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排名大风吹 菜鸟干掉老鸟变成新趋势 Nokia Blackberry调出了全球前五名 而取代它们的是大陆的中芯和华为 华为推出自由品牌智慧型手机 才三年就打挂了Nokia 今年第一季中低价智慧型手机 在新市场大受欢迎 在中国和印度100美元以下的智慧型手机 去年第一季市占率几乎是零 但是到了今年第一季 超低价智慧型手机市占率冲上百分之二十六 暴增十倍 雷军说台风来了连猪都能飞 而它说的台风 就是中低价智慧型手机的风潮 国际权威市场调查机构 IDC说评价手机将是今年的成长重点 高阶机种它一直在规格上面的比拼 其实已经大部分都到达顶点 一些本来很那个 spec很advanced的厂商 其实你说它相机滑速 然后荧幕的解析度 然后荧幕的尺寸 这上面的规格 其实后进者慢慢它可以跟得上 我如何去吸引这些人来换手机 那当然就是中低价位的手机要开始慢慢更多 那其实中低价位一直以来 不管在哪一个产品上来讲 它一定都是量最大的 现在大陆最流行的资讯产品叫做百元智能机 一只Android的3G智慧型手机 只要159块人民币 新台币775块 上网拍照都没问题 比一比只能通话的手机 却要卖新台币990块钱 智慧型手机竟然比普通手机还要便宜 你想换好一点的四核心大一幕的手机 一千多块人民币就能够买到 而能做的事跟iPhone差不了多少 在很简单的内容 如果你看到整个全国人的组织 有大概7万人在世界上 6万人的组织 这些人的组织 2万人的组织 都在3G或4G的组织 只有1万人有手机 所以你能看到 空间增长 所有手机的组织 都变成了个手机 然后你变成了个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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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通就是评价浪潮背后的推手 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IC设计公司 世界上每十只智慧型手机 有五只用高通的晶片 高通说 高通说 评价智慧型手机的商机 才正要开始 low-end growth is very high because of this thing that I just told you about it which is the feature phone that exists today migrates to a smartphone when a feature phone owner wants to experience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he will migrate to a smartphone because that's where he's going to be his main computing device and his main device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that is very high growth on a conversion of 2G to 3G migration 高通厂工评价商机 除了推出中低价的晶片 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还分聘了工程人员做服务 想尽办法的攻下中国的市场 China it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because it's a market that is not only large but it's also a market that has been quickly moving now from 3G and soon to have 4G and it's a very competitive market 苹果也看好评价市场 分析师天天说 苹果正在研发评价iPhone 准备抢攻中国 三星比苹果跑得更快 更早把酷似S3的智慧型手机 价钱压到100美元以下 新兴市场的机会有多大 今年评价智慧型手机出货量 将比去年成长一倍 销售量从去年的2亿3000万只 成长为4亿7千万只 台湾的高科技厂也搭上了 平价手机的趋势 小米手机就是由音叶达制造 现在历经50多周更新迭代 米粉已经遍及全球 被翻译成23种语言 50万发烧油极力追捧 我们称之为米外发烧现象 麦格力证券最新报告指出 音叶达现在不只是笔记型电脑厂 还是手机的制造厂 它的手机业务每年成长两成 过去一个月排股从8300点跌到7600点 下跌百分之9 但是音叶达的股价却上涨了百分之17 原因之一就是手机的获利贡献 今年分析师说 卖掉苹果和三星的股票吧 因为最好的成长机会落在大中华区 而全世界的分析师正盯着看 台湾和中国的厂商 如何抓住评价手机的机会